大家好 给大家看看这个啊 加个油 做绿化 超时升 还要去派出所登记 大爷的 家里的菜刀是不是也要上锁了 你大爷的这么怕老百姓吗 这个发生在广东省珠海市 中国石油的下炸 加油站 现在啊去 加点油 说我家里边可能是不是割个草啊需要点汽油或者柴油是吧 这个这个割草机啊需要动力这都不行 这都得啊派出所去登记 现在怕你纵火 或者是把政府机关给烧了 或者把街上的公交车给烧了啊 现在非常的严 有一个规律 全国90%以上的物业公司 都说自己服务业主 但是呢连年亏损 但你要让他退出不干 他会给你拼命 对 这个物业公司就相当于中国政府 啊为人民服务为大局服务 但是他说他赔了 但是你让他走人他不干 因为我搞过业主维权 零八零九 甚至到一零 所以我太了解了 这都是一些黑社会 然后 谋取的暴力 几乎是不劳而获 赚取了巨额的利润 但是说的还特特惨 但是你说那你别干了 我换一个听话的 我换一个收费更低廉的 我换一个不黑我们的 他不走 他给你打架 谁要是维权的基地分子 甚至他背后打你 或者他故人打你 是吧 这种我当然都经历过 类似的事 所以中国就是这样啊 就是口是心非 听说啊 这个北朝鲜 听说北韩啊 又炮击 中国渔船了 中国的官媒 全把嘴闭上了 都禁声了啊 全禁声了 反正啊 就是你看这些周边的国家吧 俄罗斯 有一回啊 一个中国香港的 一个货轮 他也炮击 把那个货轮给打沉 还打死了好几个中国船员 那么 朝鲜对中国的海上的 渔船呀 或者货船 也非常的野蛮 残酷 不客气啊 这回啊 又有人说了啊 炮击中国渔船 烟草局的干部 退休金 一万九 要三十个年轻人交社保 养活他们一个人 活到九十岁问题不大 要领退休金三十年 以现在的价格计算 要领退休金六百八十四万 他的同龄人 每年两千九百万 现在出生的人 是七 是九百万 只有当年的不到三分之一 现在人口出生率严重的下滑呀 没人生孩子了 甚至没人结婚了 22年后 还要交社保养活他 养活比他年轻的人 你觉得未来如何呢 他还能领这么多吗 是吧 退休金每个月一万九 可怕 到底为啥 凭啥呀 谁能解释解释 那个钱云给为科技领域 做贡献的人不好吗 痛心 不用给什么科技领域做贡献 所有的人 大家 退休金一致 不要再分什么高低贵贱多多少少 对不对呀 你都退了修了 你有什么贡献 对吧 退休前你拿的工资就不一样了 再说烟草局有什么问题吗 烟草局做什么贡献了 说朋友 今年从烟草退的修 退休金一万四千二 各种生活补贴一千多 年金两千 还有年终奖 拿到手将近一万九 六十一岁 工作年龄 报的比身份证年龄 小一岁 1958年的日本人家庭 有电饭堡 料理机 取暖器 当年的时候 你们在忙什么 究竟忙什么呢 我们在忙着上山砍柴 把树都罚了 大链钢铁 肚子饿的咕咕叫 那很多人还饿死了呢 到60年左右的时候 飞机出事了 飞机又出事了 正听集的诗人 散文家 吴长中被查了 9月10日 河南省纪委监委发布消息 河南省文艺 文艺界 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原党组书记 副主席吴长中 涉嫌严重违级违法 目前正接受调查 当一个社会最勇敢的声音都开始沉默了 那么这个社会一定是完蛋了 来好么样的 盘旋了13圈 现在降到了北京大兴起场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返程 理由是 无人机 天津航空的一架小飞机 天津航空的 在 天津机场 可能是天津滨海国际机场 要降落的时候 在飞机场上绕了13圈降不下来 最后 被降到了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说是无人机 对机场进行了干扰 在上空飞降不下来 降落 天津降不下来 好么样的 盘旋了13圈 现在降到了北京大兴起场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返程 理由是 无人机 在上空飞降不下来 降落 天津降不下来 好么样的 盘旋了13圈 现在降到了北京大兴起场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返程 理由是 无人机 在上空飞 降不下来 这架飞机不大 小飞机 说是无人机 在上空飞 所以受到干扰 很多人说这不可能 是吧 不知道什么原因 在天津机场 13圈下不来 这飞机不大 有人说能活着就不错了 还有人说绝对不是无人机 说无人机 在机场附近 难道不是根本就无法起飞吗 现在的无人机就没人能管得了吗 说是有人管着不让你降落 无人机 无人机受屏蔽 根本在机场就飞不了 说正经的无人机飞不了 在网上逃的无人机能飞 说这要是真的估计 谁 这无人机是谁的要判刑了 说以后少去外面的世界吧 这种交通状况太恐怖了 无人机在近飞区无法飞行 飞机自动报警 9月初从内蒙古海拉尔 飞黑龙江哈尔滨 很近啊 下午6点的航班提前两个小时到机场 领登机盘过安检 办完一切手续后 广播告知 飞机因哈尔滨机场的原因 不能按时起飞 从晚6点到晚上10点40分起飞 整整晚点了4个小时30多分钟 半夜降落哈尔滨后 打高价出租入住提前预定好的酒店 别给你个理由你就当真 善意的谎言还是可以的 活着回来就阿弥陀佛吧